好 依琳你真的也很爱老公 你有个幸运不是为自己 是为了你的老公 因为我觉得我的老公 很认真的过生活 然后他常常都把自己 放得很小很小 我先讲就是 我们两个是交往了六年多 才结婚 那一直到我们结婚后的 六七年的时间内 你知道 他礼拜六都是去加班的 你受得了 我后来我自己主持节目的时候 因为都是在礼拜六录影 所以我没有差 但是你要知道 我是录完影收工之后 我是拿着便当到他的公司 陪他加班继续吃便当 吃完便当后他再画一下图 我们大概到晚上的九点十点 他才说差不多了 我们回家好了 他是从早上七八点 或是说九点十点 就去公司 因为他们公司不打卡 他是责任制的 就一路坐 坐到晚上 九点十点 我们在住在一起之前 他大概平均都是 晚上十一十二点才回到家 他觉得他事情没有做完 或者说他觉得 他只能够在公司里面 才能够专心做这件事情 他就不会离开他那张椅子 有几度就是看到我老公 他已经把自己 把自己榨干到一个程度 因为他们公司 有一些很好的福利 比如说有很多很棒的展览 那公司就会有公安票 买来让员工去看 他这样子的福利 他都舍不得去用 因为他觉得我的图没有画完 我没有时间去看那些展览 不行 这样是不是很糟糕 没有灵感坐在那边画图 更辛苦 对 没错 一直到有一年 他们公司很棒 每一年都会给员工 排那个员工见解 有一年他那个报告出来以后 他就很紧张地跟我讲说 他说我今天拿到报告了 然后医院那边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你这个项目 你最好赶快去找医生检查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在这个礼拜以内 你就去检查 我说是什么数字 是怎么了 怎么样 他才拿报告给我看 那个正确的名称是什么 我忘记了 但是他是超 他旁边有一个标准值 给你做参考 他是超过很多倍 然后那个指数 是跟心脏有关系的 我们就赶快去找了 两三间医院的心脏专科 去做检查 然后做什么心电图 然后还在医院睡一晚 或说带机去回家睡 或干嘛的做一大堆监测 后来医生就跟我们讲 他说李先生 你的心脏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 大致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这个数字 超标好几倍 你确实是应该要注意 他说为什么 对 好几倍 他说这个数字如果超标 你长时间都这样子的话 你会猝死 已经这么明白的警告了 他说你是会过老死的 然后刚好那一段时间 新闻上面也有很多 过老死的案例 然后我们才觉得事态很严重 因为医生说 你这个数字会发生 这样的红字 就是因为你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过度的操劳了 他说这个数字还好是因为是 刚好遇到的员工健康检查 不然的话你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就开始 逼着我老公说 该要出国休息 你就出国休息 去逛逛街或是干嘛的 或是在家里面 你要睡午觉 OK 没有问题 所以我老公他现在 终于稍微懂得对自己好了 OK 要放松 对 那你自己的身体健康OK吗 因为我自己有一段时间 就是拍戏 那外景比较多 可是也是有几度呢 因为你知道 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心里面觉得自己 还好年轻 可是体能上真的赶不上 尤其是那种凌晨三四点 四五点 我们就要出门到现场 有时候在外线市 你人到了现场之后 你就开始梳化 趁着天光一出来 我们就要开拍 几度呢 我都会发生那种头晕啊 然后暮眩啊 然后甚至于就是手会发脏 我手会无缘无故 整个就是脏红 然后脖子很紧 肩膀很紧 这样子的情形 我那时候会像健身房 然后健身房 他们都会有附属的什么 蒸汽室啊 或是有的没有 对 去桑拿 然后呢 我那时候 我才二十几岁哦 我去桑拿里面 才进去十五分钟左右 因为差不多就是要出来了嘛 你也不能待太久 突然之间我就一个那种 头晕目眩 而且是我整个那种 没有办法站好 没有办法走路 我是扶着墙壁 这样子爬出去的 然后赶快到了休息室之后 我在那个长垫上面 你知道全身 我只有穿了一条浴巾而已 但我已经不管其他人怎么看了 我就躺在那边 眼睛张得很快 对 呼吸困 然后眼睛张得好大 晕了好久好久好久 等到我差不多清醒 可以坐直了以后 我看一下上面的时钟 我大概晕了四十分钟左右 好危险 太危险了 对 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再也不敢去蒸汽室里面 因为我就想到 我是不是突然之间 血管要爆了还是怎么样的 因为你知道 不是常常每次到那种 秋冬的时机啊 然后会说含牛要 泡汤啊 新闻一大堆 就一直要提醒你 他就说千万不要让自己的 头顶啊 脖子这个地方啊 感受到太大的温差 因为有些人他们就因为这样子 而中风完全不自知 然后我就把这状况跟了我爸爸说 我爸爸就吓坏了 我爸爸就开始警告我 他就说 你一天到晚在跟你老公讲说 对自己好一点 你才要对你自己好一点 他说你记不记得 我们家是有家族的那种 心脏血管病史的 他说你这个 就是高血压的前兆啊 然后你要有时候因为什么 工作啊 然后怕自己 因为我吃多了会容易想睡觉 我就都不吃饭 或是说这一餐就辣过 我爸爸说你这样子也会引发 三高糖尿病什么的 你自己知道吗 我说好好好 我晓得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决定要把自己的生活习惯 好好的改变 不但要把自己的顾好 因为我们两个没有小孩 未来的人生路上 就只有我跟我老公两个人 必须要互相依靠 谁先倒下 谁就是造成谁的困了 所以我要把我自己身体顾好之外 又要把老公的身体顾好 然后我就从每天开始煮饭 尤其是现在疫情 当然现在是疫情的后期了 在前面的时候我好认真 每天都是自己煮菜 然后每天桌上的 就是至少要有两到三种蔬菜 而且是要大量的 然后要吃好的肉类 然后去补充蛋白质干嘛的 然后又怕说 因为我先生 我们都是用脑过度的这种族群 我要背脚本 然后他是要思考要发想创意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 要去吃很多的鱼 吃鱼肉 然后我想说好 那我就去开始买各种的鱼 我好了 新闻出来 什么油轮又漏油 重金属污染 然后再加上我个人本身 厨艺不佳 这是主要问题吧 不是 厨艺不好 我就是只会蒸鱼 我老公后来就吃得很腻很烦 然后他就说算了 你只能够辨识出这一样花样 然后再加上现在中金属 那算了 我们不吃鱼了好吧 然后我就只好去买保健食品 买鱼肉给我老公吃 来保养我们自己的脑血管 心血管这一些的毛病 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